我们封了差不多是有三天的时间 这一块料子 一块大料 是一个摸弯剂的 差不多重量是60公斤是不会下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待会呢 要去拿料子了 货主终于打电话来通知 我们就搞定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准备是拿点钱 去把料子给拖回来 然后呢 验完货之后 所以咱们呢 最有发货去了 好吧 待会给大家去看 好吧 我们要分享 那这里就是夜市了 这一条下去都是夜市的 这里是夜市白天的样子 这些晚上到了 这晚上这里 全部都是做摸的 收料子的老板 那这里是宾馆 这里是一个宾馆啊 哪里是水啊 那这这个水 好大啊 那这边是切石头的工厂 那水做的 给大家介绍 那这一条也是夜市啊 这一条下去呢 是整个一个龙肯业式的高黄山区的 这晚上到了也是同样的路边 全部都是做摸的人 现在是白天的样子 看不像高货区啊 那手指的这一家 关着绝联美的这家呢 是全部高货区在他们家的 这条乌鲁哥 红水已经大了 这条是乌鲁哥呀 各位 现在呢 这个水已经长得没边了 这个墙都好像要面过来了 因为下雨水啊 水啊 这个风很大呀 这种浑子啊 那么浑子 那这个浑子呢 我们现在呢 是要去拿我们的车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车子呢 不断了 那去修理机器啊 我们要去拿那个大石头呢 那个大石头差不多是有六十公斤左右的 那我们呢 这个浑子在相对来讲 价格也比较贵啊 所以呢 飞免并呢 也飞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呢 就开车去呢 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飞的现金会比较多嘛 这边都是现金会比较 交易的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现在是去这个 修理厂的路上 之后呢 我们又去拿料 去交钱 一手交钱 一手烟货 那这边的排水道 就下了 只要下雨之后呢 都是冲刷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道路 哎呀 我淋湿了都 终于来到了 看看我们的车子 昨天呢 是跟我们说 今天能够好了 但是不知道啊 我照着这条路下去呢 也是一个弯的 也是一个江弯的 也是一个墨西山弯的 那我们来这家拿车子啦 呦呦 这雨下的好大呀 哎呦呦 我乱拿车啦 你的车子 好 下了好大的雨呀 然后呢 就是 这条路上去呢 也是一个 交湾市场的 也是一个交湾市场的 一个博湾市场的 就是也是有料子 也在那边 有送料子 是料子的 就这条路上去 然后呢 这条路下去呢 又是一个湾 又是一个交湾市场 也是一个叫 墨西山湾的一个浴室啊 好了 我们先拿车 拿完车之后 我们去到 拿这个 拿钱的地方 再给大家分享 好吗 现在是在去 这个 帕尔甲拿钱的路上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雨季啊 这个在 连天这边都是这样的 只有下雨的时候 水淹水慢了之后 才上起来捞沟 捞沟这些啊 才想起来修路 浮路 现在就是这样的 现在下雨的时候呢 才想起来捞沟 你看看 这个挖水就现在在捞沟啊 因为为什么要捞沟呢 因为这个山水大呀 山水大呢 会漫家里面去了 很多老板性的房子 比较矮的地方 都是被淹了 这个水呢 就是出风下水道了啊 就咱们这边的话说呢 捞沟啊 不专业的一点呢 咱们就是出风下水道 对 嗯 这个水一带啊 这么大的山水很大的这边 因为这边呢 它都是水里面有沙石土啊 它不吸水的 所以一到下雨呢 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仙洞这边呢 是一个改口料居比较多的 一个市场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下雨呢 这个路上都是一些辣泥土啊 那我们现在呢 准备是过去那边换田去了 就是我们用这个就是人民币换成免币的方式 去跟大家大家换田 现在的田水呢 是挺高的啊 是517的啊 好吧 走吧 好了 我们到门口了 我们要进去拿钱去咯 数钱去咯 拜拜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从它赶拿钱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他们已经把料子送过来了 哎呀 我中了一包钱呢 现在呢 要数钱了 拿料子吧 来看一下 他们把料子也送过来了 就是看下来的车子啊 然后车过去啊 等一下啊 我绕一下啊 等我去那边 咱们放了三天的料子啊 终于搞下来了 拆开了 我们要拆一包咽一下货啊 应该60公斤不会下的啊 他说你70公斤啊 他说70公斤啊 现在这个大哥就说70公斤 不知道啊 去给家嘛 去给撑的 很大一下 这边都是一样放料子的啊 咽一下货啊 去啊 好大的一块木啊 滑彎姬啊 整 acreключ封了 要拆包呢 烈子 终于搞上了 这个三天的太难搞了 几斤多折一波三折 太不容易了 现在我们在路上了 他们送过量出来 这个大料非常大的关机 这种料子是搞那种收藏级别的 我们就不打灯了 因为由于咱们的VIP 好不动 好了 这个大料终于从他们的车 移到咱们的车上来了 咱们淹火完毕 给咱们的VIP岁友去搬货了 我们要帮回家去 大矿主开这个车来 大矿主的车 给大矿主家里面的车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